哈喽大家好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手上拿的凯莉一代就是凯莉二代特别的火 但是我今天的话一定就是给大家安理一下这个凯莉一代 因为我觉得凯莉一代的话 它的性价比非常高 而且特别的实用 凯莉二代的话 它要稍微贵一些 而且价格的话 基本上就是仅次于broking和凯莉了 然后价格非常高 如果是在保值方面的话 凯莉二代的它的保值和升值空间相对来讲会更多一些 如果你要是考虑到保值或者是凹凸凹凸造型的话 可以建议你选择凯莉二代 如果你要是 使用性和性价比的话 我是强烈推荐这个凯莉一代的 它的试用场合非常多 而且又使用价格的话 大概在4万多 也比较亲密 拿的是两个颜色 非常夏天的一个颜色 这个是一个小西黄的 然后这个的话是一个三匹马卡龙的蓝 这个蓝色也特别喜欢 这两个颜色都好喜欢 特别的清新 然后跟他说一下区别 然后这个凯莉一代的话 它虽然是没有链条 因为开了二代的话 它多了一个链条 但是我们如果家里面有一些自己的猪鼻子链条 类似于的链条的话 我们就可以装饰一下 会就是结合这个包包会一起使用 可以满足我们的单肩鞋跨的需求 他单肩鞋跨的在我们身上也特别的好看的 所以说如果有这些链条可以配着用 然后容量的话 它是比二代要高的 可以看他的包身是比较修长 里面的空间给他看一下 日常需求的话 都可以满足 所以说 虽然没有肩带 但是我们可以克服这个需求 然后还一个就是 它是我拿的一代的话 它是有死微服的皮的 像二代的话 它是没有死微服的皮 死微服的皮 它摸起来是非常胶嫩 然后比较柔软的 就摸起来手感特别的感人 非常舒服 然后这个一提到死微服的皮 可能会觉得会不会容易刮花什么的 其实的话 像这个皮容易刮花是没错 但是它是随着时间久的话 会有一种淡化的效果 而且 如果你要是性子比较急的话 我们可以经常拿一些棉布 然后去擦一下这个痕迹 它就会慢慢的消失 也是非常神奇的 所以说 整体来说 还非常好用的一个开了一代 这个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 它整体的一个上身效果吧 也可以当作手拿包 也非常方便